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湾大学是我们重要的高等学府 前些日子在台大里面 学生举办了一场百大神的神明绕镜游行 校园里面怎么会有神明绕镜的活动呢 透过公民记者的镜头 我们一起去看看 原来学生是用神明绕镜的方式讽刺台大 追求进入世界前一百大大学的缺失 不过台大追求卓越 追求在世界大学上有更好的排名 听起来是件好事啊 学生为什么会有不同的观点呢 我们去听听学生的看法 大家好 我是公民记者如说 那我现在也是台大的学生 那这段影片主要记录的是 在台大校园内 有一群同学发起的一个运动 要做百大维新 那百大维新的话 其实主要针对的是说 学校自从先校长上任之后 主要政策就是以进入世界排名 追求排名 然后进入百大这样的一个目标 那学生是质疑说 这样的目标呢 是不是真的符合学生的需求 就是这个百大的目标 主要的评鉴子指标 很大一部分是有论文的数目 那这个论文的数目的话 采用了一个标准 也几乎主要是以国外的标准为主 那这样一个指标 很可能会导致说 就是主要的资源都留下于做研究 但是对于学生可能需要的教学 或者是校园内的 比如社团的发展 或者是说宿舍的一些品质 可能会造成一种排挤的情况 台大学生的顾虑 我们希望校方也能够听得到 而透过这样子的影片 我们看到 现在的大学生 真的是越来越会用各种创意的方式 来凸显自己的想法了 而这个时候怎么传递出去 就很重要了 来自全国十个大专院校 传播科系的总编辑 上个星期在台北参加了 Pepo公民新闻平台 校园采访中心的总编辑会议 这是个非常难得的经验分享 我们一起去看看 我想我们东华的优势可能是 因为我们的同学都是来自于 不同的族群 然后不同的部落 那希望我们的同学可以 利用自己的优势 然后把部落的观点带给大家 是自己好玩 整个学校都很有特色 然后我们把我们自己特色给秀出来 大家互相做个交流 互相做个学习 我觉得这样子非常好 多学系在系的方面 其实可以很多机会这样跟其他学校做联系 因为这样不仅可以学到他们的好处 然后可以监察我们的坏处 对啊 其实今天有这个机会 其实还蛮开心的 我们自己学生的一体性 能不要太过生硬 就是可以尽量跟我们在地 加异在地化结合 热情跟动力是担任公民记者最重要的特质 我们欢迎更多人一起加入Peple Peple公民新闻报 我们明天见 Peple公民新闻报